《北極地區》 《北極地區》 最近夏天每天都這麼熱 不如今集氣象冷知識 就帶大家去北極地區 看看冰天雪地,涼快一下 聽到北極地區這幾個字 你會想到什麼呢? 神秘的北極光、可愛的北極紅 還是傳說中的聖誕老人呢? 北極地區一般是指北位66.5度 北極圈以北的廣大地區 也是在北半球上發生極就或極夜的地方 北極地區的陸地分別屬於 美國、俄羅斯、挪威、芬蘭、冰島、瑞典 和丹麥的格寧蘭 北極圈的中間就是北冰洋 地球表面上最北的地方就是北極點 原來北極點並不是在陸地上 而是位於北冰洋上面 北極點全年都被海冰覆蓋 海洋深度達到四千多米 海冰和陸冰不同 全球暖化導致的陸冰溶化 會令海平面上升 而海冰溶化雖然不會造成海平面上升 但亦會對地球造成很大的影響 海冰可以有效地反射陽光 令北極維持寒冷 不過氣候變化令到海冰減少 曝露出較深色的海水表面 陽光穿過海水令到海洋升溫 繼而令到更多的海冰溶化 形成惡性循環 在2019年 北極下跪海冰的覆蓋 僅至於歷史的最低紀錄 而最近更加有研究顯示 15年內北極的下跪海冰 有可能完全消失 很多人以為 北極熊是生活在陸地上的動物 但事實上 北極熊大部分時候 都是生活在海冰上面 現在海冰溶化 已令冰塊之間的距離增加 北極熊為了覓食 可能要游很多水 才能找到另一塊可以依靠的大型浮冰 年幼的北極熊 亦有更大機會 在游泳的時候 體力不知而暴斃 近年 北極熊的數量已不斷減少 北極熊的生存亦都越來越困難 迫使牠們去到陸地上覓食 出現北極熊闖入人類的生活圈 找食物的新聞 全球變暖 亦都是永久凍土的一大威脅 大部分永久凍土 都位於高位度的北極和南極區域 當永久凍土溶解 會釋放出甲苑和二氧化碳等等的溫室氣體 進一步加劇全球暖化的現象 特別是甲苑所產生的溫室效應 比二氧化碳更加厲害 全球暖化除了令海冰、冰川、冰蓋、凍土等等溶化 亦導致更多極端天氣和海平面上升 大家下次想起北極地區除了旅行之外 都要關心一下氣候變化對極地的影響 我們一起去打包 全球暖 colocar 我們一起去打包 在這兒的描述